按下内容里面的项目 会打开一个内容的详情页面 页面上会显示更具体的内容 我们可以先去创建一个内容页面 把它放在pages post这个目录的下面 因为wordpress里面的文章内容叫post 里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show.js 在页面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先用一个page这个方法 去注册一个页面 先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视图文件 放在同一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叫show.wxml 打开小程序的app.json 在pages里面我们要说明一下 刚才添加的这个新的页面 地址就是pages post下面的show 再打开内容里面页面的视图 内容项目上面我们用了一个 navigator这个组件 它可以去把用户带到指定的页面上 这里我们可以先给它添加一个url这个属性 对应的值就是一个地址 写线pages写线post下面的show 加上一个问号 再给它添加一个id属性 对应的值把它设置成item下面的id 这样在postshow这个页面上 我们可以去得到这个内容的id号 然后我们可以去向后端服务请求这个对应id的内容 打开内容详情页面 在页面里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unload的这个生命周期方法 页面加载以后会去调用这个方法 给它一个options参数 在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id 对应的值就是options下面的id这个属性的值 这个id就是从navigator这个组件传递过来的 把这个id的值我们可以输出到控制台上面检查一下 再回到模拟器 按下列表页面上的某一个内容项目 这样会打开刚才我们定义的show这个页面 页面加载以后在控制台上会输出一个内容的id的值 下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id的值去请求页面上需要的数据